何秀蘭議員 這個是議會運作的情況 我剛才剛剛體會到 請你給我兩三分鐘說一說 我今天絕大部份時間我都坐在這裏 都出席足的 但是始終都需要上上落落去執行文件各樣 我剛才第三節最尾那裏 我就上去執行文件 我就一直聽著網上直播的 就像主席李老人家那樣說 走開就聽網上直播 但是呢 我就發現 剛才你已經叫了梁國雄議員的名字 是示意他可以說話之後呢 我就聽不到他說什麼 如果看直播 整分幾鐘都聽不到他說什麼 我就真的不禁會質疑 為什麼剛才投票 今天上午投票的時候 黃國興議員一開聲就有麥克風 你都沒有叫他的名字 他又有麥克風 但是呢 你叫了梁國雄議員的名字 都不開麥克風給他 那我都會質疑 喂 秘書處同事是不是中立的 那所以我剛才未進來之前呢 我就在技術室門下 我都想看看哪個秘書處同事 在裏面去決定開麥克風還是不開麥克風 那原來呢 就是PCCW的技術隊伍呢 就在那裏做著 那秘書處同事可不可以幫我們進去 紮成他一聲 請他開麥克風 都要公公道道呢 就是他不可以用他的技術 就是用他們的技術操作 來影響我們這裏的發言 那還有主席 就是有時你就會不開麥克風的 就是譬如你覺得那個行為不檢 你就關去麥克風 那其實呢 就是中間我都想知道 就是你是用什麼方法示意他們開麥克風還是關麥克風 何秀蘭議員提這個問題呢 我亦都想說一說給大家聽 我們的開麥克風、關麥克風 都是由一組同事去負責的 當主席呢 是喊到某位同事的名字的時候 他就會開麥克風 當那位同事發言 譬如是三分鐘 那他呢 就通常會 是三分鐘再加多 十秒 或者是十五秒 那麽長下呢 就會停麥克風的了 那這個呢 就是為了維持我們議會裏面 那個開麥克風的秩序來的 那可能有時那些同事呢 會覺得爲什麽他 那支麥克風會長一些呢 那支麥克風會短一點呢 那我就希望大家同事呢 在議會裏面呢 有時呢 就有個秩序是稍為差一些的 因為我拿得不是很嚴謹 如果我拿得嚴謹的時候呢 有哪一位同事呢 有哪一位同事在那裡圈嘩 在那裡吵煙巴閉 又不會影響到呢 我們在裏面工作的同事 他可能會覺得混亂的時候呢 開咪咪式咪的時間 可能又會有不同的 那所以希望呢 這個問題都會解釋清楚給大家聽 另外呢 就是官員的咪呢 如果 如果 議員問的問題 時間到了 他那支麥克風是不會關掉的 我亦都會容忍政府呢 是繼續答下去 希望給到一個呢 更加完整的答案給大家 但是如果有一些問題呢 是經過多次的答 或者是問又再回答的時候呢 很可能我會覺得 官員的答覆 都是再重複的時候 我就會停止他的 就是這樣了 好嗎 主席即是請裏面PCCW的技術人員 會的 我們會通知他 請他們醒醒定定 好嗎 是呀 醒定點 公道點 好 我相信他們是中立的 你們也不需要質疑 毛孟靜議員